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全新的影片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不识人间烟火的老巫 今天,我们要带助大家一起踏上一场绝对震撼的外太空之旅 探索NASA和ESA的地外生命探索计划 就让我们开始这个惊奇之旅吧 你可能会想问,外太空生命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对它如此感兴趣? 好问题 外太空生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地球以外的生命 这可不仅仅是科幻小说中的想象 而是科学家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 它代表着我们的宇宙中可能存在着其他形式的生命 也可能是微生物,也可能是智慧生命体 而正是这种无限可能性,让地外生命探索计划如此重要 那么,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主题,并对它如此著迷呢?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曾经仰望星空,总是充满了对未知的好奇心 我相信,我们人类的命运不应仅仅局限在地球 而是应该延伸到宇宙的边缘 外太空生命的可能性,就像是一个神秘的宝盒 等待着被打开 我们可能会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找到生命的痕迹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飞跃 所以,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对星际奥秘充满好奇 或者只是想了解NAS和ESA正在做的惊人工作 那么,这个影片绝对是你的首选 我们将深入探讨最新的科学发现 宇宙探索技术以及科学家们的梦想 他们梦想着找到我们宇宙中的邻居 别错过,这场外太空之旅将让你的心灵飞翔 让你对我们的宇宙有全新的理解 记得点赞,订阅,并和你的朋友分享这个影片 一起加入我们的探索队伍 一起去寻找宇宙中的奇迹 那么,不多说了 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地外生命探索之旅吧 首先,让我们深入了解 NAS,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不仅是一个代表着科技与探索精神的总署 更是一个梦想的实现者 他们的外太空探索计划不仅包括了缩小到分子层次的生命探测 还有著名的火星探测器 这些任务背后的科学家们正日以继夜地努力 就为了找到一丝地外生命的线索 而ESA,欧洲太空总署,同样也不遑多让 他们的罗平达计划和木卫六探测 正积极地深入研究外太空世界 寻找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 欧洲的科学家们也正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而努力住 这就是我们人类对宇宙中的谜团的好奇心 不过,外太空探索并不是一番风顺的旅程 充满了各种挑战 我们需要克服极端的环境 无尽的距离 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难题 但正是这些挑战 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在探索未知之路上 所以,无论你是科学爱好者 梦想家 还是只是对外太空的奥秘感到好奇 这个影片都将让你沉浸在我们的探索之旅中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这个影片 并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和疑问 我们迫不及待要和你一起探索外太空 一起寻找得外生命的踪迹 现在,让我们开始这场惊奇之旅吧 跟住我们 一起去探索NAS和ESA的地外生命探索计划 揭开宇宙的神秘面纱 第一部分 NAS的地外生命探索解释 NAS是什么以及其使命探讨 NAS的外太空探索计划 包括火星探测器和其他任务 讨论NAS的外星生命搜索计划 例如火星上的液态水体和地外微生物的可能性 让我们深入第一部分 NAS的地外生命探索 首先,让我们谈谈NAS NAS,即美国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 专门负责太空探索和航空研究 它成立于1958年 自那以来一直致力于将人类的视野 扩展到宇宙的无音星空 NAS的使命是探索太阳系和宇宙 了解地球和宇宙的运作方式 并寻找到外生命的迹象 在进一步探讨NAS的外太空探索计划之前 我们不得不提及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任务 火星探测器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 NAS已经发射了多个探测器 以深入研究火星 这些探测器不仅帮助我们了解火星的地质特征 还发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 如火星上的水冰 这暗示着过去可能有液态水体存在 而水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之一 此外 NAS的外星生命搜索计划也极为引人关注 科学家们一直在追寻外太空中可能存在的生命线索 它们派遣探测器和望远镜 探索远离地球的星球和宇宙区域 其中对火星的关注是因为其表面特征和地下潜在液态水体 这些都是支持的外微生物生存的条件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NAS曾派遣探测器前往火星 以搜寻生命迹象 这包括着陆器上的实验室 能够测定岩石和土壤样本中是否存在有机分子或其他生命迹象 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火星上有生命存在 但科学家们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而答案可能就在不远处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所以 NAS的外太空探索计划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宇宙的资讯 还引领我们进入一个令人激动的未知领域地外生命的可能性 当然 这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ESA欧洲太空总署的地外生命探索 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个令人著迷的主题 现在让我们转入第二部分 探讨ESA欧洲太空总署的地外生命探索 ESA是欧洲太空总署的缩写 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太空探索机构 由22个成员国组成 致力于研究太阳系和宇宙的奥秘 ESA的使命是推进科学研究 科技发展和太空探索 并促进国际太空合作 他们也积极参与了地外生命探索的领域 其中一个ESA的重要计划是罗平达计划Axomars 该计划旨在探测火星 寻找可能存在的生命迹象 罗平达是一个包括探测器和漫游车的任务 它们被设计成能够深入火星表面 并搜寻土壤中的有机分子 以及可能的生命线索 这个计划代表着欧洲科学家对地外生命的巨大兴趣和沉默 他们与NASA一起寻求答案 另一个ESA的关键任务是穆威六的探测 穆威六是位于木星的一个卫星 这个探测任务被命名为诸诺 旨在研究这颗神秘的卫星 因为科学家们相信它可能拥有液态水体 这也是生命存在的潜在条件之一 我们将密切关注诸诺任务的最新进展 看看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的外生命的存在 欧洲的科学家们也参与了其他国际性的太空任务 如派遣探测器前往土星的土位6 以及观测外太空中的行星和彗星 它们的工作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太阳系中各个天体的性质 并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地外生命可能性的理解 总之ESA的参与使地外生命探索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努力 而是全球合作的成果 它们的计划和任务不仅将我们的太空探索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还展现了全人类对于宇宙奥秘的探求 这只是我们关于NASA和ESA地外生命探索计划的开端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科学家们的研究和未来的展望 并探讨到外生命的可能性 所以请不要错过继续关注我们的影片 一起走进这个令人激动的宇宙探索之旅 第二部分 ESA的地外生命探索介绍欧洲太空总署ESA以及其目标 探讨ESA的外太空探索任务 如罗平达计划和木卫6的探测 分析ESA在外太空生命探索方面的合作和计划 现在我们将继续探讨第二部分 ESA的地外生命探索 首先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欧洲太空总署 简称ESA ESA是一个欧洲的太空机构 由22个欧洲国家联合组建 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 ESA的使命是在太空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卓越的研究 并将欧洲国家的资源整合起来 以推进太空探索 它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探索宇宙的奥秘 还包括利用太空技术解决地球上的问题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 ESA在外太空探索方面的一些重要任务 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计划是罗平达计划ExoMars 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深入研究火星 特别是寻找火星表面和地下是否存在生命迹象 罗平达计划包括了探测器和漫游车 它们配备了高度专业的仪器 可以分析土壤样本 以搜寻有机分子和可能的生命线索 这个计划代表着ESA对地外生命的巨大关注 并与NAS合作进行这一重要任务 另一个重要的探测任务 是针对木星的一颗卫星木卫6与Roper的探测 被称为诸诺任务 木卫6是一个神秘的卫星 科学家们相信它下面的冰下海洋可能存在液态水 这对生命的存在至关重要 诸诺探测器的任务是研究木卫6的冰层和地下海洋 看看是否存在适合生命的条件 例如有机分子或温暖的水 除了这些主要任务外 ESA还参与了许多国际性的太空任务 包括与其他国际太空机构合作 如美国的NAS 以共同研究外太空的奥秘 它们的合作和计划 让我们能够集结全球的科学力量 共同解开宇宙的谜团 特别是地外生命的可能性 总之 ESA是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它们的使命是深入研究太空 并不断扩展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它们的罗平达计划和对木卫6的探测 是令人振奋的 代表着我们对地外生命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这也是全球合作的一个例子 为了共同的目标 我们携手前行 一同去寻找宇宙中的生命踪迹 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我们将更深入地探讨科学家们的研究和外太空生命探索的未来 让我们一同期待更多的发现和惊奇 不要错过 继续关注我们的影片 一同探索的外生命的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继续深入第三部分 分析ESA在外太空生命探索方面的合作和计划 ESA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国际合作 特别是在太空探索领域 了解宇宙和寻找地外生命是一个庞大的挑战 需要全球科学家和太空机构的共同合作 ESA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太空任务 与其他国际太空机构合作 共同推动外太空生命探索的进展 其中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任务是 土星探测器卡西尼·修伯特·克西尼·海根的任务 这是由NASA、ESA和意大利太空机构 共同合作的探测任务 旨在研究土星及其卫星 特别是土位6、Enceladus和土位8、Titan 土位6以其极端的地理特征和喷射出的水冰排放物 而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 这也许是一个潜在的生命知识环境 该任务通过卡西尼探测器和修伯特探测器的合作 成功提供了关于这些卫星的宝贵信息 这对于地外生命的研究非常重要 此外 ESA还参与了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的建造 这是一个国际合作的超级太空望远镜 将有助于深入研究外太空的星系和星球 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的发射 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视野 可能有助于发现遥远星球上的生命迹象 此外 ESA还与俄罗斯太空机构合作 推进火星试验船ExoMars任务 该任务指在探索火星并寻找生命线索 这种跨国合作是我们能够整合各种专业知识和资源 以更好地理解外太空中生命的可能性 总之 ESA的合作精神和计划不仅是欧洲成为太空探索的关键参与者 还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这些合作将有助于我们共同解开宇宙的谜团 寻找的外生命的踪迹 在这个探索之旅中 我们不仅将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宇宙 还将加强国际间的太空科学合作 以实现共同的梦想 发现的外生命的存在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影片 一同探索这令人激动的未来 让我们继续探索ESA欧洲太空总署 在外太空生命探索方面的合作和计划的精彩内容 除了与NAS等太空机构的合作外 ESA还参与了许多国际性的太空任务 以扩大我们对宇宙的了解 并探寻生命的可能性 其中之一是千里马 CHP任务 该任务于2019年发射 旨在研究远离地球的外行星系统 通过观察这些系统 科学家们希望了解的外生命的潜在存在条件 例如一个适合居住的行星 ESA还参与了该任务 这是一个太空望远镜计划 旨在测量和编制恒星的精确地图 这对于确定的外行星的位置 性质和视居性条件至关重要 盖尔任务提供了更多有关宇宙中 可能存在的生命的关键信息 此外 ESA也投身欲寻找系外行星 Exoplanet的任务 这些行星位于地球太阳系之外 有可能是地外生命的所在地 欧洲太空总署的计划包括 发射Platel PL-Nedri Transits and Oscillation Softers 太空望远镜 旨在研究这些行星 Platel将帮助科学家们探索宇宙中 其他恒星周围的行星 这些行星可能类似于地球 具有事居性 在合作方面 ESA还参与了达尔文 达尔文和特拉克 Terakiv等国际太空任务 这些任务旨在寻找 远离地球的地外生命线索 这显示了ESA对太空科学的长期承诺 以及与其他国际太空机构的紧密合作 共同推动我们的太空探索 总结来说 ESA欧洲太空总署 在外太空生命探索方面的合作和计划 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他们不仅积极参与国际性的太空任务 还不断拓展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并寻找到外生命的可能性 这种合作精神和科学家们的努力 将有助于我们解开宇宙的谜团 并或许在某一天发现 的外生命的存在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影片 一同参与这个令人激动的宇宙探索之旅 第三部分 科学家对地外生命的看法 简要介绍一些知名科学家 和他们的地外生命理论 讨论一些可能的 地外生命存在的证据和迹象 让我们继续探讨第三部分 科学家对地外生命的看法 以及可能的证据和迹象 知名科学家卡尔萨根 卡尔·塞根是地外生命研究领域的 重要人物之一 他提出了著名的宇宙中的生命理论 主张地球上的生命 可能不是唯一的存在 他指出 宇宙中有着无数的恒星和行星 许多可能具备 类似地球的时居条件 萨根的观点激发了人们 对外太空生命的探索与想象 另一位著名的科学家 是法兰克·德雷克 Frank Drake 他提出了著名的德雷克方程 该方程用于估算宇宙中 可能存在智慧生命的数量 这个方程将多个因素纳入考虑 包括星系中的恒星数量 行星是居性 生命起源机会的 尽管这仅是一种估算方法 但它强调了地外生命存在的可能性 关于可能的地外生命证据和迹象 科学家一直在努力寻找 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证据和迹象 一、水的存在 水是地球上生命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此在宇宙中寻找液态水体 是寻找的外生命的一个关键 火星和土星的卫星 如土卫六和木卫六 都有可能存在液态水体 这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 二、有机分子 在地球上 有机分子是生命的基本组成部分 科学家们已经在彗星 外太空冰粒子和行星的大气中 发现了一些有机分子的迹象 这可能是地外生命的前兆 三、异常气体 太空望远镜可以分析 遥远星球的大气成分 如果在大气中发现异常的气体组成 例如甲烷 这可能是生命的证据 因为生物过程有时会产生这些气体 四、外星生命的微生物签名 寻找到外生命的一种方法是探索地下水体 地底湖泊或火星的地下冰层 以寻找可能存在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的签名 可能在岩石或土壤样本中找到 总之 地外生命的可能性 一直是科学家和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目标 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表明到外生命的存在 但这个领域仍然充满着挑战和机会 并激励着科学家们继续在宇宙中寻找生命的踪迹 五、行星式居性 科学家们使用室居带概念来评估行星是否适合支持生命存在 室居带是指距离恒星式中 时的表面温度式中 有可能存在液态水的区域 发现位于室居带内的行星或卫星 可能提供了地外生命存在的潜在条件 六、生命迹象化时 如果地外生命曾经存在 那么在行星表面或地下的岩层中 可能会存在生命迹象的化石 科学家在地球上的化石中寻找类似特征 以指导它们在其他星球上的搜寻 七、外星文明的讯号 搜索外星智慧文明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科学家使用专门的无线电望远镜和讯号分析工具 希望能够捕捉到来自宇宙中其他文明的无线电讯号 这类讯号被称为外星讯号或网信号 尽管目前尚未确定其来源 但一直受到科学家的密切关注 八、火星和月球样本 在未来 太空任务可能会带回火星和月球的样本 这些样本可能包含有机分子 微生物的痕迹或其他生命相关的证据 这些资料可能提供地外生命存在的关键证据 总之 科学家们一直在不懈努力 试图找到的外生命存在的证据和迹象 这是一个令人充满好奇心和期待的领域 它挑战着我们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 并将持续启发人们深入探讨这个宏大的问题 无论结果如何 这个探索的旅程将继续在未来展开 我们将继续关注科学家们的发现和进展 第四部分 挑战和未来展望讨论在外太空生命探索中面临的挑战 如远距离 环境极端等 探讨未来可能的地外生命发现 对我们的影响 以及人类未来的太空探索计划 让我们继续讨论第四部分 即外太空生命探索中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未来的展望 挑战 一 远距离和时间 外太空生命探索是一个极其远大和耗时的任务 宇宙的尺度庞大 星系间的距离遥远 即使有最先进的太空探测器 也需要多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到达潜在的目标行星或天体 这使得探索变得极具挑战性 二 环境极端 外太空的环境极端 极低的温度 强烈的辐射 真空和微重力等因素 都对太空任务的成功构成挑战 太空探测器和探险家 必须能够承受这些极端条件 并维持运作 三 生命的定义 如何定义生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地球上的生命是基于探的 但在其他行星或卫星上可能有不同形式的生命 这使得识别地外生命变得更加困难 四 探测技术 检测和识别地外生命需要高度先进的科学仪器和技术 我们必须不断改进和创新技术 以确保能够发现生命的迹象 未来展望 一 的外生命的发现 如果我们成功找到的外生命的迹象 这将是一个革命性的发现 将改变我们对宇宙和生命的理解 它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科学研究 并促使更多太空任务前往探索其他星球和天体 二 太空殖民 如果地外生命存在 那么我们可能会开始考虑在其他星球上建立人类殖民地 以继续研究和探索 这可能成为未来太空探索的一个重要目标 三 科学合作 对外生命的发现可能会推动全球科学合作 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太空研究和探索 这种合作将有助于共同解开宇宙的谜团 四 太空技术进步 太空生命探索将促使太空技术的不断进步 这对于未来的太空探索和利用太空资源非常重要 总之 外太空生命探索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尽管面临着众多挑战 但科学家们和太空探索家将继续不懈努力 以扩大我们对宇宙和生命的了解 无论结果如何 地外生命的探索将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和科学研究 带来新的可能性和机会 我们期待着共同见证这个令人激动的未来 五 宇宙意义 对外生命的发现将扩展我们对宇宙存在的意义的理解 它可能会引发哲学 宗教和伦理层面的深刻讨论 并改变我们对自身在宇宙中的角色的看法 六 环境保护 地外生命的存在可能会促使我们更关注地球的环境保护 因为我们将意识到生命在宇宙中的独特性和珍贵性 这可能导致更多的环保措施和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七 太空探索计划 如果发现的外生命的证据 太空探索计划可能会得到更多支持和资源 以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其他星球 卫星和宇宙 八 科学教育 地外生命的探索将激发更多的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并激励他们追求科学和工程职业 这将有助于培养未来科学家和探索家的新一代 总之 地外生命的可能性和未来展望充满了激励人心的想象力 无论结果如何 外太空生命的探索将推动我们的科学 技术和哲学界取得更多突破 并将我们的太空探索计划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也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宇宙和我们自己的地方在其中 我们期待着未来的发展 并将继续关注这个令人兴奋的领域 结语在结语部分 我们要再次强调这次影片的主要观点或讯息 在这部影片中 我们探讨了外太空之旅 NAS和ESA的地外生命探索计划 这个令人激动的主题 我们介绍了NAS和ESA分别在外太空生命探索方面的努力 讨论了知名科学家的观点 以及可能的地外生命证据和迹象 我们也谈到了外太空探索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未来的展望 包括对科学 太空探索计划和人类的影响 我们鼓励您参与这个令人激动的领域 请分享您的想法 问题和意见 地外生命的探索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努力 我们期待着听取您的声音 如果您喜欢这部影片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便及时获得未来影片的更新 我们将继续提供有趣的内容 探索宇宙中的奥秘 并与您一同分享这个令人惊叹的科学之旅 谢谢您的收看 期待在未来的影片中再次与您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